我国税收账目去年创新高 但是首相纳杜斯里安华揭露 国内逃税问题依然严重 全国150万个注册公司 只有不到三成的业者如期纳税 税收的缺口高达七成 安华敦促符合资格者 不管是基层人民还是高干权贵 一律务必履行缴税义务 他也对内陆税收局寄予厚望 以延续亮眼的表现 今年争取超过1970亿令吉的原定目标 内陆税收局去年总共揪收 1833亿4000万令吉税金 比去年增加78亿令吉 也就是4.49% 安华表示尽管税收创新高 税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2% 但依然低于新加坡的12.6% 以及泰国到16.4% 安华今天出席税收日庆典时指出 国内150万家注册企业中 只有43万5000家公司缴税 意味着按时缴税的企业不到三成 比例非常低 此外截至去年底 纳税的个人只有570万 还没达到发展中国家应该有的水平 安华指出 征税不能差别待遇 税收局也不能让国人误以为 只要位高权重就能逃税 还置身事外 首相一再提醒 交税是公民义务 征得的税收都是回馈人民 内陆税收局扮演重要角色 绩效好坏 直接影响全民的福祉 有 yang bayra setengah ada yang bayra suku kerana mereka itu terlalu besar gergasi naga siapa berani singgung tapi bila saya bicara dengan pimpinan pengurusan jabatan perseguir itu mereka kata kalau ada kesediaan menteri untuk memberikan laluan 与此同时内陆税收局首席执行员拿督阿布塔利补充 尽管征税的绩效逐年进步 但不会沾沾自喜 税收局接下来会专注于核查 资产财富与纳税申报不符的个人 存放在海外账户 但没有申报的大马收入 跨境交易 境内转让定价 线上活动以及影子经济等等纰漏